今天的話等於剛剛合併的部分 我把它存檔 而且這樣合併吧 然後主要是透過這個OS.Walk 所以OS.Walk真的非常好用 以後應該還會用到 如果你將來希望針對某個資料夾裡面 你想要知道檔名跟副檔名的話 然後當然另外還有一個我沒用到 這個DIR 不過因為DIR比較少用吧 因為它都是針對檔名跟副檔名 當然如果你將來有那個需求是 底下的目錄你還要再下一層的話 那其實也可以 目錄裡面還可以再進去目錄裡面 再把目錄裡面的檔名跟副檔名抓出來 那就可以做出很複雜的一個應用了 不過我是覺得目前這樣已經很好用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下一階段 我希望可以再把什麼 把剛剛的這個結果 把它再合 現在是合對不對 把它分割回去 那分割的效果類似這樣 我demo一下 就是說我們已經把這個all.txt產生 那這個裡面應該就是 三重一直到鳳山的25個檔案的資料 那只是說中間會加上這個兩個換行 當成它的分割 不過最後一個這邊也會有兩個換行 所以如果你假設Sprint的話有沒有 它可能會多一個 因為它最後這邊Sprint的時候 它會多切割這邊 多切一個對不對 然後呢會變成說 理論上應該是從0 然後25個檔案這邊應該24 可是它會多一個 底下這邊會多25 為什麼 因為它這邊有兩個換行 一刀切這邊又多一個 所以可能會造成那個串列的長度多1 那怎麼辦 你可能要記得這個是可能的衍生的bug OK 所以有的時候你要觀察一下 那如果你不想有這個bug出現的話 那可能是不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bug就不出現了 看哪個比較簡單啦 要不就是說 你覺得沒關係 我輸出之後呢 我知道有這個問題 那我之後寫程式的時候 我在回圈的時候 減1就好了嘛 那看哪個簡單就哪一個做啦 OK 不要說一直在那邊鑽六腳尖 寫程式不是說只能夠有一條路 反正最後是把問題解決 對不對 然後有效率 然後寫的又愉快 就是好方法嘛 OK 千萬不要一直鑽六腳尖 寫程式真的是一個很愉快的經驗 但是結果啦 但是過程應該是蠻辛苦的 OK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 對於我來說啦 我覺得那個時間的投資報酬率 真的是超高的 為什麼你寫個程式之後 事情又完全解決了 那為什麼你還要在那邊 浪費時間做沒效率的事情呢 對不對 OK 而且另外一方面 你的技能也提升了 未來你的那個 我覺得你的level就不同了啦 因為如果你假設在職場上 你具備有程式撰寫能力 或者是啦 不一定自己寫啦 至少你是會寫 懂得怎麼寫的 你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我覺得你講出來的話 也會是不同的東西 你會發現 懂程式跟不懂程式 說出來的話 其實就會不一樣耶 而且如果會寫程式跟會寫程式的 溝通就很簡單了 兩三句話 我知道你意思 OK好沒問題 就好了嘛 可是如果不懂程式的 真的是就才遇到兵耶 有的時候真的是講不清耶 OK 因為他不懂得你在講什麼 然後他也不知道說 這個系統的運作流程啦 OK 那最後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地方 把它再切割 所以我剛剛做一件事 先把這個 裡面的檔案先delete掉 沒有了喔 那我來run一下 我先demo一下 我再產生一個模組 叫做分割 所以合併一個分割嘛 程式寫完大概這樣 其實程式不多不到10行 OK不到10行 其實基本上呢 就是把我剛剛講的 把它寫出來 其中最關鍵就是點Splitter 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加什麼 加兩個換行 有沒有 然後把它切割 然後把那個切割完的串列 跑個回圈 然後分別存檔 這樣就OK了 來試一下 最後 我還有一個Message 叫分割完成 所以呢 把這個分割完成 目前的話 這個資料夾已經被我刪掉了對不對 那我現在把它run一下 那你可以看它分割完成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把這個幕錄再打開之後的話 25個檔案呢 就瞬間恢復它原來25個 裡面的檔案應該也是一模一樣 打開有沒有三重 然後中立應該也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你可以合併之後 那當然一樣 你可以把它刪掉 你又可以把它合併了 所以兩邊是一個合併一個分割 OK 最後如果說你假設要讓它更自動 可以最後再寫一個刪除檔案 你連刪都不用刪 現在我們是手動刪對不對 最後呢 你再配合OS裡面有個方法叫remove remove就是刪除檔案 有沒有 比如說你 假設這個地方 你合併 比如說合併完之後 可以再把它來檔案刪掉 然後分割 這個我想後面再寫好了 那可是呢 我要怎麼樣可以把那個 合併的部分再分割回去 再把它分割回去 我先執行一下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all.th有了 我先再模擬剛剛的狀況 一 先把這個裡面的資料先刪掉 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程式如何撰寫的 那其實主要關鍵的地方 應該前面應該大家都看得懂 Input OS這個因為 待會兒會用到什麼 這個其實可以不用 所以這個現在用不到 這樣好 OK 所以你會發現程式最主要的 就是那七行 然後第一步的話就是先怎麼樣 先把這個就是 all.tst檔案先打開 這個檔有沒有 那怎麼開啟 前面講過嘛 就是用那個 f等於open 把路徑給他 有沒有這個就是這個路徑 所以呢 讀進來之後的話 可以用什麼 f.read OK 那f.read就是其實 當然你也可以先丟到一個變數啦 不過如果懶得加一個變數的話 你用f.read 然後面呢 直接就再串一個什麼 f.read 有沒有 就直接把all.tst裡面所有東西 讀到f.read裡面 然後呢 再把它做切割 切割的話呢 就是兩個換行 有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就是會變成什麼 這個地方all.tst就我剛剛講的 就是他會把這個裡面 有沒有 就是這個 三重跟中立嘛 這個中間不是有兩個換行 他就會被切開來 一個有沒有 然後這邊是0 這邊是1 然後底下的話呢 就2 一時類推 一直到多少 應該f.read是24啦 可是24下面好像又多一個25 所以呢 可能會 需要把這個25的減掉 這個可能要注意 好 嗯 我在看 他會知道 那是中立 其實他有固定規則 他固定規則 就是說 他的那個第一行有沒有 應該說第一筆資料 他的一個位置 剛好就是他的檔名 有沒有 可是你不要看下面的行數 因為越往下 可能就不是三重了 可能就變0口了 有沒有 所以一定是要看他的第一行就好了 第一行資料 所以每一筆資料的第一行資料 而且應該是 我記得應該這個第16個字吧 第16跟第17個字 剛剛好 就是他的那個名 檔名喔 所以 第10我算過啦 把你們自己算好了 我就不算了 大概就第16個字 跟第17個字 那剛好就會是他的檔名的來源 OK 所以等一下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我們將來怎麼取得他的檔名 這件事 其實我也想了很多方 想了很多的方法 當然你們如果有別的想法 可以再用別的方法吧 所以喔 最後切開來之後對不對 所以Sprint嘛 所以歷史的1裡面 那我們就分別跑一個回圈 所以for i 有沒有 in range 最後記得有-1 為什麼-1 因為我多一個換行 我剛剛講過對不對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要能夠得到檔名的話 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喔 有沒有發現我這邊寫了一個 就是這個敘述 這個敘述指的就是那個文字 哪個文字 就是o.tst這個地方 我切割之後 如果我切第一個的話 剛好三重中立 它的字數剛好在哪一個位置 剛好在第16個字 跟第17個字 所以如果假設喔 你們要取得某個字串的 第幾個字的敘述 這個可能要學一下 就是呢 在這個字串 因為這個list的第幾個是字串 後面加個中瓜糊 然後給它一個敘述 那你說喔 是不是16個字嗎 那怎麼是15呢 很簡單 因為它字是從0開始 對 所以0不是從1喔 所以16的話 減1嘛 就變15 那為什麼冒號17呢 因為17是stop的地方 停止的地方 所以停下來就是15跟16嘛 所以加1不就是16跟17 就剛好match 所以呢 利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剛好這個規則是完全match的 所以呢 我就是取得那個檔名 把它當檔名 然後後面再加點txt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它write出去了 那write出去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它全部存檔 一個一個存檔 最後呢 close你會發現 老師為什麼你close寫在外面 原因很簡單 因為close一次就好了 你不要每一次一直開 一直關一直開一關 那浪費時間 所以寫在最前端就是表示外面 OK 所以這樣的方式的話 我就可以把它write完之後 這樣就可以把每個檔 通通切割到這邊來了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OK 好啦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最後今天這個應該已經是很極限了 所以我想今天的課程內容 是有點難 所以如果你假設吧 希望把它熟悉的話 建議回去真的 還是要自己找個時間 把這個spide的環境打開 最好是說 可以從頭自己打一遍 如果自己打得出來 那表示應該沒問題了 如果打不出來 那表示其實你只是僅止於知道而已 OK 那知道其實也蠻厲害的 但是最好是如果你要應用的話 最好是能夠真的 除了自己打得出來之外 建議拿你這個上班工作上的資料 來試著改變看看 OK 試一下 那時間也差不多了 不然今天的話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一樣我會把影片上傳到YouTube 回去你們自己再看過